哈嘍大家好,我是吉波 欢迎回到极梗掰图时间 还记得学生时期的某堂公文课 老师在台上努力的讲解 两个否定会形成肯定 就像数学里复复得正的道理一样 例如成语无所不在 没有任何地方不存在 也就是到处都在的意思 同样的道理 双重肯定还是肯定 因为正正还是得正 这时教师后方传来了一句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 结果那位同学就被叫到走廊罚站了 至今我依然记得那位老师的教导 双重否定是肯定 双重肯定还是肯定 所以,北米,我大学同学在酒吧开了生日派对 我今晚可以去参加吗? 去啊,你去啊,我没关系 真的吗?谢谢北米 后来我被锁在家门外整整一个晚上 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记得还有一次 我把梅朵的手绑在床上 准备对她做出坏坏的事 我要来咯 不,不要 于是我就当着面把她的布丁吃掉了 这故事教会了我们一个道理 吃女友点心前要连脚一起绑才可以 不要瞎掰好吗? 有时候在生活中会发生一些巧合 让你感觉 哇,这也太刚好了吧 就像下面这张图 当你过程出错 但却得到想要的答案时 反正都要报警了 那不如就直接冲进警察局吧 老师常说知识就是力量 如果学识够丰富 就可以在危机时临危不乱 并用知识来解决问题 提高存活的几率 于是 我拿起书本往敌人砸去 梅朵有一大两小的IKEA鲨鱼玩偶 这是梅朵 这是被它抱着的鲨鱼 被主人抱着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这是因为体型太大 被遗弃在墙角的鲨鱼 我也好想被主人抱抱 接下来下一张梗图 哦,你说还有一只呢? 我差点忘了 这是完全被遗忘的第三只鲨鱼 我才没有被遗忘呢 最近我都会带他到公园散步 难怪他每天都这么开心 我又不用每天上班 蠢货 有研究表明晚上常做噩梦 可能是身体健康出问题的征兆 且大约有2到8%的成年人 会因为噩梦破坏睡眠而无法好好休息 所以吉波在这里传授一个秘诀给大家 那就是睡前一定要吃宵夜 这样就不会做噩梦了 在日本做过一项统计 狗派的人在个性上大多叫外相 且更愿意社交 在爱情当中狗派的男性也更为主动 而猫派的人就有如猫咪一样 不是不愿意与人互动 而是自己的心情比较重要 遇到不熟悉的对象时 看起来也会忽冷忽热 那吉波你是猫派还狗派呢? 欧派 有时候我不得不佩服我自己的脸庞 女生看到我内裤都会直接试一半 你信吗? 我不信 你看他直接吓到尿湿尽了 台湾跨年也是人挤人 但是为什么没有发生严重事故呢? 这其实跟台湾的风俗民情很有关系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不仅有礼貌还很有人情味 被撞到的第一时间会先问候对方的家人 尤其是妈妈是否安好 更有礼貌的连祖宗十八代也不会遗漏 再来通讯业发达 被撞到马上找三五好友来赔罪 有时还会拿出球棒邀约一起打棒球 可见台湾的运动产业发展的也不错 最后是重工业 被撞到先弯腰向您道歉 随后向您介绍枪支操作与实弹射击 让您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基于以上几点 台湾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居住的地方呢 本来想说点什么 但还是算了 各位出门在外真的要注意安全才行 网路上也有很多人潮涌起时的自我保护方法 在这里吉波就不多做解释了 愿逝者安息 伤者平安 本集的极梗掰图就到这边 欢迎投稿梗文梗图到我的心乡 我是吉波 我们下次见 拜拜